诸位知识 诸位居士 关心之乡 近日分享 缠门公案 清源行司禅师 清源行司禅师 是六祖慧能大师的法寺 住在吉州清源山靖居寺 他是唐代生 吉州安城人 属姓刘 幼年出家 每群居论道 诗为漠然 姓真亮 就从小他就出家 那一般人呢 这出家还是常常 会聚集群聚 三两好友 大家聚在一起 论道 讲经 或者是讨论佛法 但是 清源行司禅师 总是 很安静 那他的个性呢 非常的 真亮 这个真亮 其实他是一个 很谨守本分的人 然后坦然 无犯 他也不跟人 相处 也不跟人不相处 他就在群众当中 始终 都是默默然 那后来呢 他就随着六祖大师学法 与南域怀让 并成二大弟子 同为六祖法脉 两大弟子 后来就往吉州 住在清源山 禁居室 所以他称为 清源行司禅师 门徒云集 禅门大政 流派相对于 南域下 而称为 清源下 就是清源行司禅师 以下呢 都称为 他的法脉 其后 从这个清源行司 以下呢 就衍生出 云门 草动 法眼 三派 那 清源行司禅师 他的禅风 是什么呢 我们从 他的几段 对话 就可以知道 他的修行 六祖大师问啊 当何所物 即不落阶级 他去问啊 我要修什么行啊 才能够直操如来地 就不落阶级 就不落阶级 什么叫不落阶级 一般修行 就要有次地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那在 佛门当中 也有阶级 这个阶级啊 就是 出国 二国 三国 四国 或者是 出地 二地 三地 四地 到十地 三贤 十地 就是一个阶级 那不是一般的 社会上的阶级 谁是老大 我是老二 不是 是修行的次地 这叫做阶级 那清元行师禅师 问六主 我要做什么 才能够不落阶级呢 可以顿悟自心 直了成佛 六主就问 你曾做什么来 那清元呢 行师 你是曾经做过什么啊 他说 圣地 亦不为 我怎么样 来不落阶级 我曾经如何的努力 他说啊 我 没有在修行 我在追求真理吗 这个追求真理的真理 好 我也不追求 叫做圣地亦不为 那圣地亦不为的话 那请问 这一个努力 落何阶级 好 圣地亦不为 何阶级之有 他就说啊 哎 圣地啊 追求 是圣地的 这个修行啊 我也从来 没有去追求 没有层次 那请问 哪里 有什么阶级呢 好 那 六祖大师啊 就听了之后 就肯定他 他说 这个人啊 是一个法器 非常的 明白 顿悟自心 只了成佛之法 修行之人呢 常常 以为自己是有阶级 哦 我是哪个阶位 我现在是长老 我是一个老资格 老餐 那如果我们有了这个资格 还有一种阶级的观念呢 就是我修行啊 修得比你好 或者是我修得比他差 是不如 或者是好呢 其实他就是一个阶级的观念 有了这阶级 他就没办法修行 就不懂佛法 因为 执着于圣道 也是一种执着 只要是执着 就不是圣道 同样的 如果我们在佛门当中 有我是老资格 你是小资格 我是老餐 你是初学 那就开始有了一个价值 什么价值呢 我在修行啊 似乎就是靠这个资格上位 我要有这个资格之后 就可以掌权 大家都要恭敬我 你要听我的 那这个资格啊 其实他会障碍我们的悟心 因为佛法是平等法 其实没有阶级之友啊 可是我们会以为 这个资格啊 很重要 所以一路往上爬 我就要做大的职位 我要修大行 我要做大事 那这个地方呢 就会成为一个阶级的概念 那就把世间的观念呢 就拿来佛门 其实这行不通 如果有这样子的观念 基本上呢 是没办法修行 也没办法器物圣地 所以他讲啊 我连圣地我也不修 我也不去做这个初级 二级三级四级的分眼 那么何阶级之友呢 这个就是清源行思 之所以成为六祖坐下 非常重要的法脉 原因啊 有一天呢 石头西迁呢 到在清源行思坐下餐学 那他为什么会来呢 其实在六祖圆集之后啊 石头西迁就每天都在静坐 当时六祖大师曾经教石头 在他圆集之后 要来寻思去 寻找这个清源行思 向他参学 但是石头西迁呢 他以为啊 要寻思 所以他每天都在静坐 后来这个首座 看到他每天在静坐 他说啊 你怎么不去找师兄啊 不去寻思啊 那他说啊 因为六祖叫我寻思 那我现在不是每天都在寻思吗 那这个首座就说 其实六祖的寻思啊 指的是找心源行思 你的师兄 你的姻缘就在他那里 所以他来到了几州心源山 行思一看到石头啊 就问 自何方来 他说 潮溪 那他又问 请问你在潮溪 得到什么啊 将得什么来 他说 我得到了一个 未到潮溪意不失 我得到的这个呢 本来就在 我还没有到潮溪之时 已经具足 所以我没有到潮溪的时候呢 也没有失去他 所以意思啊 我在潮溪 没有得到任何东西 这个就是我本来就有的 那他就问 若这么 用去潮溪 做什么 如果是这样呢 那你 什么都没得到 那你去潮溪 做什么啊 你何必要去呢 去那里 没有作用嘛 这清源行思 才是这样一问呢 石头西先就讲 若不到潮溪 争知不失 如果我没有来潮溪啊 在六祖座下修行 我怎么知道 我有这个 从来不失的 这个本性呢 所以啊 这就是清源行思 和石头西先的对话 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 其实就跟石头一样 来到佛门 我得到什么呢 得到的是我本来就有的 并没有增加什么 我们只是明白什么 明白什么 明白 人人都有佛性 人人皆当成佛 那不明白呢 那也纵使你有 就会在社会上啊 一阵长短 我们不知道佛性平等 所以就会在社会阶级上 一较高低 你是我的长官 我的长辈 我是你的下属 你的晚辈 那谁高谁低 学长 压迫学弟 新人 总是要遵守 救人的规矩 那救人呢 又没有真正的 以德福人 而是以阶级 福人 到最后就会产生 这种 不平等的分别 那如果明白 人人皆有佛性 人人皆当成佛 在佛门当中啊 就会有一种现象 心境与后学 他非常的尊敬 老参 那老参呢 也很爱顾初学 因为是平等平等 如果没有平等法 老参就会摆一个架子 我是老参 你是我的学弟 你是我的 这个弟子 你是我的后辈 那你全部都要尊敬我 追随我 那这个阶级呢 就会障碍自己明白 平等法界 所谓的这个分别心啊 其实你是因为不明白自信 才会有这样子的分别 甚至于我是法师 你是居士 你就理所当然 我要高高在上 你就要尊重 那居士呢 就会觉得 你也没有比我高多少 你何必要端一个架子呢 所以内心啊 并没有真正的一个恭敬出来 所以其实到最后呢 就变成纠纷 变成是非 变成一种不平等的心 差别待遇 所以现在呢 他说啊 你要明白 每一个人都有 学佛的也有 没学佛的也有 来过潮汐的也有 没有来过潮汐的也有 那这样子呢 你就是真的明白人 但是有的人就会误以为 哦 那这样就不用学啦 反正我本来就有 没学佛 有学佛 那有什么差别呢 是不是我不学佛 也有的话 那不学佛还比学佛自在 因为学佛了之后 哇 还要遵守很多的规矩啊 而且还要 哎 又顶你呀 又要这个 放下我直 那其实这个就是 最重要的 因为真正的平等法 是完全明白 有一切智的智慧 你才能够真正 从内心当中 升起一种尊重 自尊尊人 好 所以啊 你如果没有到潮汐 引得潮汐水 怎么知道原来 真正本具有佛性呢 所以这清源行事禅师啊 就得到了一个 一种 一个什么 座下一个大地址 叫做石头西迁 因为他从 潮汐那边呢 明白了这件事情 那今天来到 这个清源行事的座下 他就有了一个 被肯定的开始 所以这一段呢 就是清源行事禅师 与石头西迁 非常有名的对话 那西迁就说呢 潮汐大师 还是和尚否 请问 我们这个六祖大师啊 认不认识和尚呢 这个清源行事就说 那你今天啊 你现在啊 你认识我吗 你知道我是谁吗 西迁呢就说 谁又真的是的 是又真的是的 就是我认识吗 但是我真的认识吗 我真的认识你吗 你真的认识我吗 我真的认识我自己吗 我们的认识 是何等的标签 我们真的明白 自己是谁吗 或许很多人 都会觉得 我知道我是谁 我是什么个性 我是哪里人 我现在是什么名字 我是几岁 或者是我有什么专长 我做什么工作 我要自我介绍的时候啊 可以写出一大堆的头衔 但是那真的是你吗 我们以为啊 自己认识自己 你何尝又真的认识自己呢 所以啊 他说 是有争得 是得 清元行师听到 石头西签这样说呢 他说啊 重脚虽多 一灵足矣啊 什么意思 这个重多的灵毛 兔脚 这些所有的头脚真容啊 虽然是多啊 似乎人才积极 但是呢 就一个石头西签 就足够了 因为你是明白之人啊 所以西签就说 和尚自离潮西 什么 时至 时间啊 你从潮西离开之后 你是什么时候来这里啊 清元行师说呢 我却知如早晚离潮西 我知道啊 你早晚就会离开潮西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在讲的是 朱婷的法呢 你能不能够独自开中立派 你明不明白 自己也是独立的一个派呢 那清元行师啊 就说 我知道你早晚就会离开啦 你不用问我 什么时候来这里啊 好 那你跟我两个都是独立的个体 不一定要直接就待在这个主庭 也可以足够有资格开中立派啊 所以这里面呢 这个对话都是在互相印证 互相的肯定 好 今天呢 讲到清元行师阐释的故事 公案 这两个都是明白人 所以在说话的时候啊 都在这个点上 什么点呢 就是在本来面目 本性本性上 好 产生了这样子的对答 非常重要的一段公案 也希望大众呢 我们其实每天都在明白自信 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草吸 但是也等于不在草吸 时间不多 大众继续精进用功 狂行顿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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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蝴蝶 2